欢迎各位亦有全面进场 在这一字 我们一起去跟进一下大陆方面的最新情况 有两单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单消息 在近日 微博上流传着一篇文章 里面提及到 有部分的城市 比起上海的情况是更加惨烈 只不过 没有办法进入公众的视野里面 比如说在云南省的瑞丽市 在过去的一年里面 竟然间就经历了前后九次的封城 累计封城时间 是长达160日 官媒《人民日报》旗下的公众号 客户 昨日就发表了评论文章 批评部分的地方官员 没有关心到全国的经济 正是不断地采取加码的防控措施 第二单消息 食物及卫生局局长 陈兆史宣称 说香港 现在是有更好的能力和条件 落实动态清零 好了在讲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吁各位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先去看看大陆封城的情况 在日前 微信公众号维州 发表了一篇文章 标题就是 《哪些发不出声音的地方》 这篇文章的作者呼吁 希望民众 将目光 除了放在上海之外 也应该去注视一下 那些没办法获得大量热度的城市 因为那些城市被封控的情况 比起上海是更加惨的 目前这篇文章已经是被下架了 成为了大陆的禁文 值得一看 这篇文章就提及到 说吉林省自从3月12号开始 就全省封闭了 有部分的小沿城 在封省之后的一个月期间 从来都没有发生过任何的病例 但是依旧是继续封城的 整个社会的生活 完全停摆 只不过 在网上边 几乎看不到 从这些地方 传出来的消息 仿佛是进入了 舆论场上边的黑档 在吉林峰省之后 所衍生出来的人道灾难 并不比上海少 但是由于关注度不足 有很多求助的贴文 就淹没了在网络当中 直到3月31号 网上边有一段影片就说 吉林省从原市 因为高速道路封闭 一名货车司机 疑似被困在车上 二十多日没吃饭 最终就是撤死在车里面 这一宗悲剧 一度引发起公众关注吉林省的情况 但是并没有后续报导 而很快 吉林又再被公众遗忘 去到4月9号 网络就传出 在长春市 容桥一号住户居民王某 在业主群里面 号召其他民众 进行敲盘行动 随即他就被公安拘留了7日 并且处以300元的罚款 理由就是 在政府保障生活物资的情况下 意图向政府施压 性质恶劣 影响严重 目前 吉林整个省的封城 所造成的人道灾难 仍然是持续当中的 在网络上 就流传着一段录音 是来自一个长春市居民的微信群组 里面就听到 有小蚊子饿到大哭 他的老母 也发出了语音讯息 就说没饭吃 小蚊子就一直哭 他就要求外出 让他自己去买食物 他就概叹 在和平的年代 还要将人民饿死 文章又提及到 黑龙江省的衰芬河 已经是无声无色的 封城了60天 这座小城市 曾经因为一件事件 获得 外界的短暂关注 事源就是 鸡东远人民医院 外科医生时军 接诊了一名来自衰芬河 慕容自己老母核酸阴性报告 蒙运过关的患者 导致疫情 在院城里面扩散 其后 这一名医生作为了直接负责人 屈育地带着手孝 脚疗 在医院里面做体检 由于医生不堪受辱 故此用牙刷 挑断了自己的动物 自尽 至于广西藏族自治区东兴市 作为一座 与越南只有一何资格的 边境小城 近日网络上 传出了有人枯构 东兴市已经被遗忘了 经历了两次疫情 这一波已经是 过了四十多天 目前还有新增个案 网民说 心态崩溃了 至于另一座被封控的城市 就是云南省的瑞丽市 文章指出 瑞丽被称作为最悲惨的城市 因为在过去一年里 瑞丽先后经历过九次封城 总计的时间长达一百六十日 沿边的村寨每个村口都设置了卡点 而不禁出入 很多村民已经有将近一年没有出门 在这个期间 居民们就做了几百次的核酸 但是直至现在 那些人都还是动弹不得的 文章的作者就认为 所有人都是一起平等地忍受 并不能够将这件事变得更好 当前大家最重要是意识到一件事 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不应该受这种苦 而是要推动改变 必须要尽可能这样发声 而发声的目的 不应该只是投诉一下有委屈 之后就不理会发生什么事 又或者 只是得到了大家更加好的关爱 就收声 而是应该推动改变 当然只是靠上海 就做不到 需要每一个人的吶声音 这篇文章在发布了没多久 就已经遭到了下架封杀 目前 就只能够通过截图的形式 来到去转载 文章里头 所列举的一些城市 当然就是非常之悲壮 有很多人就是没东西吃 又或者 好像这个云南的瑞丽 过去一年就可以经历九次封城 那些居民就做几百次核酸 都仍然是得不到解封的 到底这些是不是显示出 政治压到一切 这些这样的防控政策背后 是有没有科学基础的 其实香港的专家都很应该来品评一下 是不是 上边所用的手段 是不是适用于香港呢 我昨天有一节就强调 香港的专家 是需要具备道德勇气的 来到去把事实说出来 谁不知有个人走来留言 就说专家是不需要勇气的 不需要就着政治表态 只需要忠于 这个专业就可以了 喂 现在这班所谓的专家 正正面临着政治压力 有可能就是推翻他们 以往所说过的东西 那为什么不需要道德勇气呢 他没有道德勇气的时候 他自然就可以随风摆漏了 所以一定是要有道德勇气 不是要他就着政治事件表态 而是要他忠于事实 忠于他的医学专业 这件事是很重要的 在今天 食物及卫生局局长 陈肇始就宣称 香港的疫情暂趋稳定 但是每日大约600宗的个案 仍然都是高企的 他还说 要进一步推展动态清零 当发现指标是有反弹的时候 就要立即撲灭疫情 相信有了第五波疫情的经验 加上中央的支援 香港是有更好的能力和条件 落实动态清零 陈肇始还说 中央支援兴建的多个社区隔离设施 将会是继续被用 北大鱼山医院 和正在兴建的 何兔应急医院 亦都能提供到足够的病床 令到香港在最差的情况下 仍然是有预案应对的 我真是想问 到底 即是陈肇始口中所说的落实动态清零 是不是要搞全民强检 是不是要在搞全民强检期间进行封城 不要整天油泡琵琶半遮眠 如果你是要搞的时候 你就预先单声 等那些外籍人员他有所准备 他问人都行 是不是先 不一定要陪你玩这些东西 如果你说不搞的 那就加大欢喜更好 不像现在 油泡琵琶半遮眠 是搞就搞不搞就不搞呢 一句 是不是烦烦一点 真的 你就算说要搞 你也要给市民 有时间来准备 不用买东西 说封就封 好像那只蔡少芬 在阳台中种菜 那么写意 神经 搞就搞不搞就不搞一句 对不对 不要在这里 喂 你喜欢的时候就说要搞 就说第六波杀到了 不搞的时候就说不搞 其实现在是有两种解读的 人民日报昨天那篇文章 因为人民日报那篇文章 就说香港是实现到动态清零的 两种方向来解读 第一 就是 香港现在这种与病毒共存的形式 就被大陆认可了 就认为这一种可以演绎成为所谓的动态清零 就将香港形式 可以搬上去上海或者是其他的城市 就可以为大陆来解套 这是一种的解读 第二种的解读 就是根本上 大陆就是想将上边那套东西 放在香港用 就在香港搞这个 所谓的全民强检 在全民强检期间 就实施特区政府 和那帮政棍口中 那个语意不清的所谓禁足 到现在都没有一个很清楚的定义 不知道什么来的 两种解读 当然 主观的愿望就当然是希望第一种解读是比较好 对不对 即是说大陆认可了香港这套模式 明明是共存的 他都要说是动态清零 不要紧的 最好你可以参考香港的情况 搬上去用 对不对 上海就一天都光亮了 如果是后者 要把上面那套搬到香港用 那就麻烦了 不过你早就说定 是不是 有些外资企业 他可以够时间 他喜欢去新加坡 怎样都可以 啊 那些有经济条件的 退休人士也好 或者什么都好 他可以猛人 你又不说 经常说香港有条件 落实动态清零 你想怎样才可以 那现在是不是已经动态清零了 啊 所有东西就是说得不清不错 最不喜欢就是这件事 你说清楚点嘛 反正是做的时候 市民都无力反抗的 真是 好了跟着呢 我们又看看 另一单的消息 官媒人民日报旗下的公众号 赫赫岛 在礼拜三就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 批评部分的地方官员 是完全不关心全国的经济 正是抱住 只要疫情 不要流入本地 就万事大吉的心态 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就采取不断加码的防控措施 文章就提到 保经济就是保民生 目前受到疫情影响的地方 正是千方百计 想复工复产 如果运输和物流不畅通 即使是生产线能够重新启动 原料都运不进去 产品也运不出 企业还是无法运转的 但是对于一些地方官员来说 全国经济是不是一盘棋 他们就并不关心 只是不断加码防控措施 说明你有没有通行证 总之不准进入本地 说明你的健康码是绿码还是黄码 它是色盲的 外来的车和人 说明你有没有风险 它就懒得精准识别 总之你不要进来为我添烦添乱就行了 文章就说 这些地方官员是为之叫做冷静 实际上我说大陆根本都无定向风 一时又说要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 不动摇 不犹疑 一时又说人家为不能够 只是加码防控措 又要顾及到经济 实际上对于那帮地方官员来说 当然是顾着自己的仕途 顾着自己头顶的乌纱帽是比较重要 因为经济下行 他就不需要下台问责 反而来说 如果是不慎 搞到疫情在本市本院爆发 他就要负上主体责任 两害相权取其轻 对于官员自身来说 当然是不断加码防控动摘封城 全国经济一盘起关他懒事 最重要是他自己继续有得练 这就是官员的心态 必然是这样的 而且大陆动辄 找官员来问责 就会构成一种恶性循环 你又找官员问责 那些官员为了避免问责 就走去 不断加热 到最后就害惨了中国的经济 实际上来说 只要大陆一日都继续说要 行这一套动态清零方针的话 那些官员 做事都是这样的 因为他为了 保障本地的 人民健康 生命安全 走去不断加热 你可以耐他什么何 难道你去惩罚他 各个省市都是这样做的 所以看怕在二十大召开之前 这种情况 都是难以避免会持续这样发生的 好了这一节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